尤金阿杰 我的视频讲过尤金阿杰 如果说你想了解尤金阿杰算不算创作 你要看他的经历 从我这看是这样的 尤金阿杰的摄影是一个不自觉的创作 其实严格上来说他算是创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他开始做摄影的时候 他是想卖素材照片 那个收入是非常微薄的 但是呢 如果说他不喜欢摄影 他没有办法坚持二三十年去拍摄巴黎 如果他不喜欢巴黎这个城市 他也不可能拍那么久 他只是给自己的拍摄找了一个生存的手法 能够卖一些照片让自己维持拍摄 但是从他的照片我们看 他拍东西是有非常强的个人色彩的 他关注的东西 他选择的画面 都能体现出这个人很多的特质 和他在摄影上做的投入 他在他看来呢 只是说他没有意识到我在做摄影艺术 他只是在拍照片 他只是觉得把照片拍出来 他很满足 其实这就是一种创作 只是这种创作呢 是非常单纯的 其他艺术家的创作 其实也是基于这种状态 只是其他艺术家呢 他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是在做摄影创作 我是艺术家 我想我的作品被别人认可 我想得奖 我想受到关注 我想卖照片 但是从对摄影本身的行为的 本质上来看 尤金阿杰就是在创作 亚当斯把摄影跟音乐结合起来了 是这样 但是他结合点在哪你知道吗 音乐的根基是理性 因为每一个琴剑 它的声音是固定的 它的频率是固定的 然后乐曲呢 旋律啊 节奏啊 这些东西都是出自理性 虽然我们听音乐的时候 是获得感性的愉悦 但是 它是来自于理性 所以音乐是 其实上是可以代表着 艺术特别高级的一种形式 它直接来自于理性 因为你没有理性的支撑 你形成不了音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家 作曲家 都是超高智商的人 都是具有天赋的人 你一个人如果说只有感性 给你一把琴在那儿 你在那儿乱弹乱摁 就是一堆噪音啊 所以音乐呢 它的高级就在哪呢 就是它来自理性 亚当斯从音乐的理性当中 发现了 摄影如果是能够用理性 去控制 就可以在画面上 得到像音乐一样的结果 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变化 把它的意念 把它的想法 把它的控制都加入到画面里面去 这就是它把分区曝光法 发展成它特有的控制方法 所以说它说过一句话 底片就是乐谱 照片是演奏 它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底片为什么是乐谱呢 因为它来自于理性 你在拍摄的时候 通过技术的控制 通过分区曝光法 这种方式的指导 把底片冲洗出来 就相当于是完成了谱曲 这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你有了谱曲之后 你拿着这个曲子 做到钢琴前面 去演奏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情感 把你的感性 倾注到里面 你就可以把一个曲子 演奏的非常的感人 就像是同样一首 贝多芬的《月光》 一百个钢琴家演奏 有一百种风格 但是它的曲谱 都是一样的 所以亚当斯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 他在暗房里 制作这个底片的时候 就是像在演奏一个乐谱一样 他可以根据 他对这个风景的理解 对影像的理解 去控制它 让它产生微妙的变化 符合自己 对作品的最终的要求 这是亚当斯 把音乐和摄影 联系起来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不是说简单的 他会弹钢琴 他又会拍照 他把音乐用到摄影上了 如果是你意识到了 它是来自于理性的话 你就知道了 你再欣赏它的东西 你就能感慨了 一个人在理性上 和感性上的这种通达程度 会让你特别赞叹 他的照片 你在他的照片面前的时候 你真正会感觉到 这个大师的力量 音乐跟照片同等重要吗 我怎么说呢 我问你水和空气 对你来说是同等重要吗 你想得到什么答案呢 如果我告诉你是同等重要 又怎么样 不是同等重要 又怎么样呢 换一种说法 水和空气 对人来说 可以说是同等重要 因为你哪个也离不开 对吧 但是对于鸟来说 是不是空气更重要一点呢 因为空气除了能让它活着 还能让它飞行 那对鱼来说 是不是水更重要一点呢 因为它可以在水里游动 在水里生活 它虽然离不开空气 但是它到空气里面会死掉 所以呢 苏西娥 你问你自己 音乐和照片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打比方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让你明白 这个问题出在哪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问题都是出在 第一是自我认知 第二是你对这件事的认知上面 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 鱼和鸟 你问那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问问你自己 我是鱼还是鸟呢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鱼还是鸟 你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空气和水哪一个重要啊 所以先了解自己 现成品成为艺术 它也是扩展了艺术的边界 这意味着 艺术家的观念 艺术家的想法 艺术家的态度本身 就能成为艺术 它用什么材料 只是一个物质材料 它可以一笔一笔的画 也可以随便拿一个东西来 拿一个砖头往这一放 就像去年吧 那不是还有艺术家在搞这个东西吗 拿个香蕉往墙上一贴 对不对 不新鲜啊 对啊 不就是当年杜上的小便池的演变吗 小便池变成香蕉了吗 但是你要真正理解啊 用现成品 可不是艺术家偷懒 它是一种宣告 一种证明 艺术曾经是特别依赖载体的 而且这个载体呢 是属于那种被认同的载体 比如说架上绘画了 宗教场所的墙壁啊 后来就进入到美术馆博物馆的墙壁啊 或者正式的出版物啊 对艺术家的手工工艺也是有要求的 认为是只有手工出来的东西才是艺术 但是是这样啊 我觉得像杜上这个人 他有行为说明什么呢 就是对于一个真正就是说 智商很高 思想很深刻 理解程度很高的人 他其实可以用非常直接 非常简单的方式 来表达一个艺术观念 他不需要用大家都理解的艺术语言 或者是传统的那种美的概念 他可以非常非常直接 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这个 释迦摩尼在传道的时候 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学生在讲 什么是佛法 当然你可以从很多很多的佛法的书 或者他的长篇大论里面来讲 但是他可能在中间会随便指点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指一棵树 一片树叶 一块石头 他说了两句话 然后他的弟子会有人 一看到这个石头 立刻就开悟了 释迦摩尼他有必要说 为了证明我的理论 我的观点 我自己捏一个东西 然后告诉大家是什么样吗 不需要啊 他拿一个现成的东西给大家一指 懂的人一下就明白了呀 所谓现成的艺术就是这样啊 那不现成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了解佛法可以通过 你到寺院里面看各种各样的塑像 你有了那种感受 你好像你感觉到了那种 高深莫测 那种威严 那种深邃 你通过塑像 通过壁画 或者说你通过文字 你读佛经 你读的时候 你能从这里面感觉到 你也可以 仅仅从个别几句话 或者一两件东西 你就一下子就知道了 领悟了 所以从根上来说 其实艺术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用某种形式来传递一个理念 一个概念 一种想法 或者抛出一个问题 他干这件事用什么都行啊 所以对艺术的理解 真的是 不能局限在某些具体的概念 或者说给自己找理由 所以你要好好问问自己 你喜欢不喜欢某些东西 是真的你基于 你对这件事的了解 还是仅仅是基于自己的喜好 肖像摄影的构图点在哪呢 难道只是为了拍表情 人物内心 那你拍什么呢 你问问自己 你拍肖像在拍啥呀 艺术是通过一种形式 来传递一种概念 一种想法 或者提出一个问题 或者说你的发现 构图是形式的手法 就是为了达到某种形式的一种方式 叫构图 所以你像问这个 肖像摄影的构图点在哪 如果说你都不知道 你拍肖像在拍什么 那你当然不知道 构图点在哪了 你先问问自己 你为什么拍肖像啊 难道只是为了拍表情 拍人物内心 我问你 你拍表情拍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拍人物内心 你发现了人物内心了吗 你从他的表情看到了什么 你感受到了什么呀 你怎么看这个人 你怎么理解关于内心的概念 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是什么 什么是心 人的内心意味着什么 你从那个人身上 你感觉到他的什么 你从他的心里面感受到了什么 我明白 你拍肖像是觉得那些人某些点吸引你 那只是表面的 或者说你直觉的 你没有深入的思考 就像我刚才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如果说你真的意识到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就去想了 你要是觉得那些人某些点吸引你 你就想想 到底哪些点吸引你了 吸引你的那些点 怎么能变成照片呢 你就去想就好了 你为什么说自己 不会欣赏人像摄影呢 你都看到人家拍的都一个套路了 吸引不到你了 你还说不会欣赏 欣赏不是接受 欣赏摄影 可不是说 我觉得他东西好 是欣赏了 你都看出套路来了 你怎么就不会欣赏了呢 还有你知道啊 麦凯瑞 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他的摄影是为媒体服务的 他要符合传播的套路 当然要套路了 他是个职业摄影师 职业摄影师就是 能把一个套路拍的好 能用在传播上 他就是可以了 他就完成他的工作了 他不需要搞得太复杂啊 他就是让你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他们长什么样 他们穿什么 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他们干什么 仅此而已啊 如果说你想看到更多的东西 你就去看别人的作品 你不喜欢就说我不会欣赏 这就不应该啊 欣赏是你自己的感觉啊 你自己的认识啊 你从作品里面看到了什么 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现在不点评网友的作品了 我现在只是给学生在学习群里面点评 而且现在是这样啊 就是网友的这些作品啊 其实问题都差不多 现象都差不多 你会发现我点评一个人的东西 就等于点评了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所以呢 我出了几期点评以后呢 谁要想点评 你就去看我那个视频 对照着自己的照片 找原因就行了呀 因为基本上都是那点 都是那点问题 所以呢 我现在是对我的学生来点评照片 因为他学了我的课程 我会告诉他怎么去看 怎么去用摄影 这样的点评才有意义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 基本的概念 我跟你说这个照片好和不好 一点意义都没有